昨天录了一期刘德华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底下评论区内叫一个热闹 有的说不爱听刘德华唱歌 我说一个喇叭一个车 癞蛤蟆过马路照样可以冒充小吉普 有的说不爱看刘德华演戏 我说他又不是人民币做不到让每个人都满意 更气人的是说张学友已经没人气 这什么逻辑 咱说刘德华跟张学友有半毛钱关系 最神奇的是 说张学友已经不爱国了 所以才喜欢刘德华 我突然觉得这是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两大天王在爱国方面的差异 唱歌方面 张学友就算是等你等到我心痛 分手总要在雨天 就算是我真的受伤了 头发乱了 心怒刀割 也会忘了哭 因为结束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忘记你 我做不到 只是想和你一起去吹吹风 可惜你好毒 回头太难 而刘德华从17岁的笨小孩 经历了孤星泪 男人哭把不是醉 喝完忘情水 又加入了黑蝙蝠中队 终于明白 恭喜发财 谢谢你的爱 最终爱你一万年 蜕变成了世界第一等的中国人 怎么样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吧 虽然同为天王 但风格上却完全不一样 张学友更多情 刘德华更亲民 演戏方面 张学友是望角卡门里的乌银 江湖里的左手歌 超级学霸的扫把头 东城西九里的红七公 蝶雪街头的阿辉 鼠胆浓威里的龙威 不是搞怪的胆小鬼 就是凶神恶煞的黑社会 再看刘德华 神雕侠侣的杨过天下无贼的黄博 投名状的二虎 天落友情的华帝 无剑道的刘都查 拆弹专家里的专家 陶杰里的罗杰 通天帝国的敌人杰 还出演过建党伟业和建国大业 不是浪子回头 就是英雄高手 哪个少女听了不是欲说还修 哪个少父见了还能善罢甘休 但如果这么一笔就非得插强仁义分个强弱高低 那你这是把偷渡客当阳过 图样图森破了 不管是唱歌的风格还是出演的角色 都是作品的追求市场的迎合 有了这个底层逻辑和偶像人设 咱们再来看看两大天王爱国方面的贸离神河 对于刘德华自不必说 九七回归 四大天王同台献歌 九八十一晚会 张学友领唱了国歌 两千年的十一张学友唱了中国梦 零八年的奥运张学友参加了火炬传递 一二年回归十五年 张学友和主席同台 高唱歌唱祖国 等等等等 所以说张学友不爱国 真的很难自圆其说 再往深的说 爱国是一个人的底线 就像咱们穿衣服 又不是超人 谁吃饱没事 天天内裤外穿 反倒是那些拿情怀当生意 把爱国挂嘴边的网络喷子 小鬼难缠 外强中干 也不怕硬的那句话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 就怕你将来拉清单 您觉得呢 我是定风波 下回咱们截止说